因为Refours它一路来都是比较偏向于西方艺术教育 所以我们这一次想呈现一个不一样主题的杂档给大家 给大家一个新的体验 因为我想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呈现这个show case 而不是用现代或者那种modern的方法 想回到传统的感觉 多重视于手作而不是用机械化来制造不同的产品 为什么选择南瓜和洋葱 南瓜它的外壳本身就有跟其他蔬菜不一样的触感 而它的内在方面也有跟它的外壳截然不同的颜色 这个就本身就非常有趣 而它的种子部位也是错综复杂的 形成一种特别的图案 而洋葱方面洋葱本身的结构也是非常的特别 它的每一种部位都有着不一样的材质 它的根部是虚状的 而且是不能被使用的 而它的进部呢 也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那些洋葱 大多都是进部的 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能一片一片剥下来的 而且是紫色的 而它的叶部就是绿色的 跟它的进部颜色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就非常非常的特别 在古代呢 洋葱这个蔬菜被称作为番葱 而南瓜被称作为番瓜 刚好这两个蔬菜都有一个番字 所以我们就使用美丽的巧合 把它给结合在一起 而我们第一个子就被称作为番 而中医它们的牌匾通常都会有一个糖子 所以我们第二个子被称作为糖 取名为番糖